初次迎財神不少民眾到彩券行 買大樂透 釋手氣 希望財神眷顧 但沒想到13號下午開始 台財公司的系統竟然出現異常 螢幕上2月13號這天的大樂透 畫上叉叉 顯示無法銷售 業者無奈不知道確切原因 只能在銷售前向客人說明情況 由於系統是全台連線 各地彩券行都出現災情 原來原定每晚8點銷售截止的大樂透 在13號第18期 卻一位台財合作的系統商 勿將截止時間設定為下午4點35分 等頭提前3個半小時就封排 而且部分投書站更直到晚間7點才知情 也讓提前截止後好待一段時間 消費者買到的全市14號開獎的 第19期未來彩券 那對於DDT 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們查了 但是依照公益彩券發行條例 目前為止對於這種內控失道的狀況 好像國庫署說沒有任何罰則是嗎 你沒有辦法處罰他嗎 那以後再發生還是一樣嗎 只是寫個報告 草草了事 有相關的啊 有相關益處啊 這個有益處嗎 這個有裁罰嗎 有啊 我們得到的消息是沒有裁罰啊 只有寫報告啊 沒有有相關的益處 這是國庫署給我的資料有問題是嗎 那請國庫署說 我的問題就是說 內控內積是重要的 而且這種是我們彩券對人民的公信力 彩券是小老百姓都會去購買的 發生這種事情會造成政府公信力的損失 如果你有裁罰把相關資料給我 那個相關的裁罰 如果說是嚴重損害彩券公信力 要是要停止 我只問你這個案子有沒有裁罰 這目前因為我們認定 還沒有到嚴重到要停止 所以你認為這是小事 但是他們相關的台裁公司 如果你要訂出相關的裁罰的話 你可能也要告訴我這個案子 你為什麼認為是小事